No Proc 16 No Proc 16 看大批民众聚集在奇诺刚市 他们喊着不要第16号提案的口号 表达反对的立场 现场除了有雅凯迪亚市议员郑伯仁 主持这场活动之外 还有约巴琳达市议员黄瑞亚等民选官员 都前来力挺 今天的话这个游行的这个规模 今天有差不多 理论上好像有差不多300多台车 有过来差不多500多个人 他们今天过来这里反对16提案 郑伯仁表示 加州在1996年通过了209号法案 禁止州政府机构在雇佣公务员 签订公共服务合同和公共教育中 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因素 但是第16号提案 目的在废除209号法案 并恢复差别待遇 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我们为什么反对16提案呢 是因为16提案把加州的宪法 加州的宪法现在讲说政府不能因为辐射 不能因为性别特别帮助他们 是只有每一个个人的过去才可以讲评估政府的好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讲说我们反对16提案 另外第16号提案不仅会影响华裔学生考取加州公立大学的公平机会 还会拉低大学毕业率 所以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都能了解第16号提案的坏处 一起来反对这个恶法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